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舞七人,我是主持雪凌 嗨,毛蟹,贏者 今天我們都很久沒講過聲優 毛蟹是鼓勵不到的其中一位 其實也沒說鼓勵不到的,沒那麼誇張 你喜歡鼓勵不到的嘛 周星馳也鼓勵不到的 也不算的,這次我們講的聲優是風奇外山 近來根本很Hit,其實也不是說鼓勵不到的 我反而突然丟過牙龍影子出來,你不會不認識 應該很多人不會不認識 風奇外山其實出道應該比較淺 我沒記錯,如果你不計劃路雲甲月餅那些應該都適合五年 2007年左右,我沒記錯 我記得他一開始不知道是另六年的時候 總之一開始有一年配那些什麼呢? 女芝新圖畫那些什麼 那些可以折騰了 但是畫促到五年 其實最Hit的時候 都是接了契約案裡面 平澤維U2這個角色才走紅 基本上之後接的工作都比較 不算去到各個主役 但是都比較充裕比較多 再加上其實他本身工作都多 我們一會之後都會說到 就是說風奇外山本身 除了聲優之外 他也有電台節目 也有他本身那間聲優公司 所組成的組合 那四個聲優所組成的組合 所以其實他的工作都比較多 那以他來說呢 可以在聲優方面 這個工作方面 配到這麼多的工作 其實都算不錯 那不過就先講這個配音那方面 其實如果你說 二塑蘭牆的角色 除了U2之外 類似的 類似的 其實我最近沒有看的 我看就知道 中了銀糕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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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你看到 其實近年都經常出現 而且不少都是主役角色 配角也有不少 之後我們一會兒都會提到 還有以這個成績來說 其實他都可以算是一個身型的 嚴格來說 因為正常身型的門檻是五年來的 他正好應該是五年 其實以一個身人精歐來說 他的表現都算是很不錯的 而且獲得的獎也不少 例如2010年就獲得了 第四回合的聲優 新人類優獎 另外2011年也都在 東京國際動畫國瀾會 就獲得了第十回合的聲優獎 都算是成績是很不錯的 其實都有目共督 但是如果你說回 他本身的配音技巧 我們都會覺得是值的 就是有那個實力在 有那個實力在 最簡單的就是 我想好像剛才我們所說 其實那幾個 例如說 優儀 適理 蔡子 這些角色 他的聲線都算是異形的 但其實他比較突出的 就是他配過某些角色 你基本上是不能夠 他異形得來 他有些角色 你要看工作才知道 沒錯 沒錯 剛才我們所說 邀儀 適理的角色 就是那些聲優又紋身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我想應該都不會少 其實差不多一半角色 他都用這把聲線來配 好像那些傻傻傻 那些傻傻傻 那些傻傻傻 那些傻傻 對 因為他的性格 他比較天然 比較近質的 他配出來的聲音 會比較相似 你可以說是 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初春的實識 初春的聲音 和余儀的聲音 是一樣的 但其實性格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比較普通少女 另一個是傻的 是很傻的 另外其實有些 他之前再配那些 再小的 像羅里角色 其實他用這把聲音 有的 他配誰 有的 我忘記他 他配到嬰兒的聲音 都可以 五歲小的 你如果最近的 就是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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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聲音 OK 基本上他的聲線 這個 你當是他最常聽到的聲線 不少角色都可以用這把 就算其實蔡子 都是比較像 純粹是蔡子 他的性格是完全變無厚的聲音 陰柔 但其實他的聲線 都可以用同一把 或是最近 Yui的聲音 可能是 最有大魔王真佬的聲音 即是他們的聲音 又是傻傻傻傻傻傻 又有好鬼 又有這個 招氣的類型 就是用同一把聲音 配就是剛剛好 對 剛剛好 配他的所有角色都不少 不過現在來說 我跟哈澤聽到他 這個是肯定 哈澤現在談他是壞叫 他是傻的 不是呆嗎 他是傻的 你相信我 他本來都叫他傻的 這個不重要 今天我們要是風旗外神 另外有些異類 這個 I'm應該有些興趣 最簡單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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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旗外神 可以說 完全聽不到 看完 之後 我覺得 哪個是風旗外神 其實 奶巴前還有一套 應該是那個 七 七 大神 大神 月姬 月姬 那把聲音 很難認 你猜不到是他 其實 我想我可能這樣說 其實大家 之所以猜不到 最大的原因 除了之前他少 配一些角色 一些配角 或者主角都好 用另一把聲 才配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 YOUI的 敵左營 是的 通常都是 一些角色 一些聲優 如果有一把聲 非常突出 你就會覺得 其實他都是 用這把聲 走天下下 有這樣的 很有觀念 因為當年 丁弓也有些類似 或者你可以說 製作公司那邊 會幫他極力 去爭取這些角色 我覺得 都對 但是 剛才我說的丁弓 其實丁弓也有其他聲線 但是那些是 我們之前都說過 平凡一點 藍聲 都有的 剛剛說之前金屬之外 但是現在你看看 這個 風和海生 其實他的聲線 誇張得你完全認不出 當然 他配上自己的演技 技巧 你會覺得 好像完全領有性優配 除了這些角色之外 其實也有配過少少藍角 但是沒有很主役 我唯一一套真的聽過的 就是《地下城勇士》 其實配過一個普通的少年 而已 少年女聲配都挺常見的 其實是的 應該是很大 我想七八成聲音都配得到 像不像這回事 如果我想起還有一套 應該是之前那套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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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肥仔 那個少年時代 你這樣也記得 是 風其外身配 或急政態就更好一點 少年會比較難一點 有一點難度 其實最主要原因 就是少年的聲線 通常會有一班人 一班人去配 例如最簡單 例如《山南波露味》 《山學官月》 這些 他們票次年會有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工作都會被他們拿錯 反而一些 如果他可以配得 陰柔一點 女性角 女性味道重一點的聲優 就會給他們 配女角 多一點 而風其外身本身 其實如果 那麼多變聲線 可以 那麼多變化 其實他就不一定要 去選一個男過來配 所以他配男聲少一點 是正常的 但其實都配到 當然就沒有說很突出 如果聽過的 那些大概都 即是會聽得出 是女性優配的 絕對會聽得出 當然也OK 表現忠忠忠忠 除此之外 老的一些 我真的沒有怎麼聽過 最多是熟女型 有些神姿 做老師 其實都不太熟 我覺得 那個都是少女 對 那個都算是少女 那個樣子是 味道是一個 一個成熟女性 那種的聲線 你可以說是 嗯 老的那些 應該都是那個人 真的有很多選擇 真的有很多選擇 不過 整體 如果你是這樣 概括來看 其實他的聲線 那個變化 都是多到的 叫做 我覺得好像 兩類聲優 加起來都有 有些聲優就是 他注入一種聲線 其實Yuyu的聲線 有他殺死的地方 但除此之外 他在其他方面 都配得 可以 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技巧 可以配到其他角色 其他性格 那是OK的 至於你說的 演技方面 其實都是 就是 看回他 若其有這麼多動畫 他配過的角色 都有很多不同性格 最簡單 剛才我們所指出 就是Yuyu的聲線 都配過 千禧 對 傻的 一個很普通 還有蔡子 一個比較陰流 無厚 無厚 其實這個 也是演技的考驗 Yuyu 反而我覺得 如果這樣瘋下去 又不是我去到太難 反而蔡子拿捏 那個尺度 會難得更好 怎樣去做到 特別是蔡子要激動的時候 你又要 保持你的陰流 又要去喊出來 其實是有難度的 本身 是有難度的 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 這個 我也覺得 那次挺突出的 就是剛才 贏姐也提起 就是 大臣只有七個伙伴 裏面的月姬 月姬 月姬 他的性格是 依附著他的男人 就可以很嗲 但是看到那個男人 追求其他女生 他會馬上黑化 強氣的 這個也是一個演技的表現 再加上 他那次用的聲線 是完全有別於 Yu Ye 其實你不說 我也完全沒有留意過 那是《風力愛生》 那證明他厲害了 真的證明他厲害了 他背了很多聲音 你都不認得他 你都猜不到 你怎麼猜不到 你怎麼猜不到他 這樣就厲害了 那時候我聽的時候 我習慣都是 看完第一、二集 我都會看一看那個聲音 我看一看那個聲音 看一看那個聲音 看一看誰來的呢 我都會說 不是吧 這個 但你要回到前面 然後再聽一聽 開始有點遲了 是嗎 你又厲害了 我這樣聽 我聽到我覺得 真的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但你看完《Star 4》 你聽他的聲音 去看前面的劇情 你會是有點遲 可能有幾個位置會好一點的 之後有幾個位置會透出來 你會覺得 有些生事 可能馬又跑 可能自己看了之後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看《風奇外生》 他配的聲音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如果那個角色賦予到 可以給到很多感情的 你意思是最少有兩種性格 比如說 一種是外在化 然後是黑化 不一定 其實應該說是個角色 他有劇情去表現他的性格的話 他可以出那個聲音 有創造力 可能真的會令你意想不到 原來他 風奇外生配的 但可能說一些 其實我看裏面的一些作品 其中一些 可能配角一點點的類型的話 反而比較容易會認到他 因為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表演 在裏面 他可能只是需要很平鋪席 而故事內容裏面 也沒有給他足夠的空間 他不可以在短短裡 突然變成了另一把聲音 讓你看到他的演技 其實可能會比較 這方面會比較異形 但如果他屬於一些 比較主義有劇情的角色 就會發揮表現 會比較好 其實都看得出 例如說 就算我聽到所說 傻 他的角色是傻 Yuy是傻的 還有另一個角色 就是之前《百花遼亂》 他謙俗 也是傻 那個更傻的 那個是白癡 其實兩者都有分別 一個是外 一個是白癡 其實《百花遼亂》 其實《百花遼亂》 應該是外 他還沒到傻的 階段 你看到他拿捏 這些小的位置 是比較好些 但如果你說感情表現 我覺得 叫做什麼呢 他做交渡功課 但未去到說 叫做很深刻 你可以感動到 這個我又覺得 是差一點 不過他那個表現 作為那個聲音 其實都已經 很全面 其實同期來說 有得比較一下 好像胡松堯 這些簡直是魔王級的實力 即他一走出來 我認為這個是魔王 風義偉先生 首先你說 因為同公司的關係 很多時候 其實都有比較的機會 特別是同一間公司 有時候請一聲優 你會發覺也是 有一、兩、兩、幾套動畫 都總是Sphere 那兩個 三、四個 這樣丟出來 有三個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因為不少對手戲 你都會看到 對比下去 你的《風奇愛生》 是不輸不成的 我自己個人意願 如果是這樣Sphere 來看的 胡松堯和風奇愛生 都算是 比較出色 對,真的比較出色 當然啦 其實風奇愛生 剛剛才是剛剛開始 現在才是二十四五歲 基本上前面的路 都會有一段時間走 可以有很多機會 其實最重要 好像我們看星友週期 應該說 很多時候都是 四至五年左右 你捱得出有一套 叫做代表作的 其實本身 大部份 大部份 大部份的實力 都已經是有一定水準 其實 換個角度來說 其實 有些部分的班長 新人獎 他怎樣決定 哪些人可以入到 那個list 就是出道少於五年 所以換句話來說 其實五年可以說 你判斷他成熟 或者是他成功與否的一個 因為始終你說 很多 你說聲優那方面 其實 就算未去到主席局勢 有一些 配幾句 或者他們 本身在這幾年的訓練 其實 五年你可以說 是一個 成績表 第一期的成績表 中學都是五年 第一期的成績表 不過有時候 他都講一些機遇 你說真的 如果不是 阿里 特地要找四個 新人來 其實真的未有這個機會 當然也都說得對 這個其實 都是他掌握到的機會 有時候你有個機會 你未必有發揮到 或者好像 今季 小題外話的 就會是 要在八俠裡面 找了四個新的 聲優 做了一套這樣的東西 就糟糕了 但問題是 那四個聲優 你也沒有什麼 誰記得起 當然 你說有這樣的機會 也要有這樣的實力 去相配 你才可以 彈出來 讓你跑出來 其實有難度 就算 我這裡都可以講 詳細一點 好像你說 新套的一場之前 都是四個新人 日常 那些都是一堆新人 其實我本身 我其實不論 它是否爆 本身是爆 但其實它真正 捧紅了 我覺得 基本上都是 有粒羊子 封條衛生 半個 竹達彩萊 因為竹達彩萊 本身都不是完全 其實都不是 本身在那裡 但不是完全 大熱 反而另外 兩個 首尾賽子 你發覺是少很多的 氣氛 很少見到它 所以你看到 沒有錯的機會 其實它自己都要把握 有實力 才可以彈出來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繼續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裏 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 《CV風奇海生》的討論 剛才說完它個人 我們再說一些團隊的事 其實都要大彈 因為 其實這一個 我想 是一個商業策略 是走得很好的 這間 這個《風奇海生》 它所屬的聲響公司 Muic Wai Lin 我都不 應該是對的 其實只有一個聲響會 那就是 首尾賽子 《高橋仔》 會重遇和《風奇海生》 那這四個 其實現在你說 就算在這個動畫界 來說 其實也有不少 就是有些明星 當然也會有些 比較出名一些 會重遇一些 會比較出名一些 但無論如何 這四個 最終在公司 可能應該是 都是安排的 底下 就組成Sphere Sphere 本身它直屬 最上對上 就是Bandai Bandai 它一支公司 分開下來 所以 當時其實 有一段 時期 我覺得0910年左右 其實廣告賣 都很狠 那些人可能 根本沒有看動畫 但他都會知道Sphere 他都知道這四個人 一個組合 是的 所以當時廣告賣 很厲害 碟出很厲害 那些傳媒演出 又多 看你怎麼看 如果你說 《聲優》來講 是假的傳媒演出 其實已經很強 但當然也有一些人定位 其實他都算是相線的 一個藝能界人士 不算是聲優 也不算是歌手 兩邊走 他團體那邊 就不是聲優 不是聲優 那方面 其實你都很少看到Sphere 即是說 很極力爭取一些動畫的合場 去歌 他自己都有出album 那些 而且當然你說 這個很在於 通常你組合的 就是通常 可能是那四個聲優 都剛好那套 裡面有配 就好像現在 是不是雷球 雷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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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雷球寺應該說 因為雷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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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組成那些組人 有時配合 配合上 你剛才我們上一節都說到 有些動畫 是這下主題曲 畫片尾曲 你發覺那套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三四個 都在臉上 就算路人甲也好 起碼有個職位 裡面也有些相容元素 這個我覺得都正常 至於你說那個公司方面 始終是頂頭最高的 是BanBuy 其實 他只要有心托的話 你沒可能不紅 再加上本身四個 他們 很勢利地說 很現實地說 那樣子都不錯 OK的 見到人的 這個絕對是牽涉到 購買CD的一個很直接的考慮 就是Anime H&E 各類的CD 跟著什麼特典 可以有Postcard Postcard 這些東西 如果 樣子沒辦法上去 你怎麼能夠 可以買一張Pin 這個Postcard 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他這樣走 他的樣子當然要重要 但他走這條路線 多一點 都是想吸兩邊客 有些他做到宣傳買到這麼快 外面一些你不用看動畫的都會 反過來一些看動畫的都會 反過來一些看動畫的都會覺得 咦他們是星套來的 又會留意一下 其實走這條路線都很聰明 譬如說你沒有看動畫的 就因為Spier 而走去看動畫 可能會 如果只看動畫 就因為他會是Spier 留意他的歌 兩邊就 兩邊的客員都吸了 沒錯 他們那邊 都好的 他那間公司 他有個經驗 因為我沒有記錯 都是的 謀言實力好像跟Spier 也是同一間公司 那謀言實力 其實都叫做 不算謀言團 走出去 但是 是的 你說如果在Case 他應該 他算是歌手多於這個星友 是的 星友出道 但他可能選擇去做歌手 不過又反過來 他就算是Single 大部份都是 都是動畫 或是遊戲 很少會說是獨立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以歌手獨立的話 通常都會有 不少Single 是完全不依附任何事情 純粹是出一張Single 就像現在Spier 他各自 那四個人 一個團體 他會有出Single 但他各自 自己都會出自己的Single 當然這個又 就是另一件事 始終他踏上星邱界 有件事好 好像梁豐奇愛生來說 他比較吃香 因為他踏上K-On 這件事 首尾賽子也是 當然 就是K-On 所以 你也知道K-On 過了之後 簡直滿堂紅 應該差不多80萬的CD 綜合 賺到發個豬頭 最多應該是一顆羊之龍 兩顆 加上他 兩顆單周 應該超過7萬 那 講那個唱功來講 可能有一個日子會好一點 但這個不是很重要 就算你賣得少也好 只顧K-On這個名字 賣得最少 過了已經超多 五萬隻 都挺多 已經是變態五萬隻 賣完實理那些 都不知道過不過一萬隻 有很多 這麼慘 我忘記 應該是 過到的 我忘記了 過到的 過到的 大家先不要相信我 可能要做 數字 概念很差 數字就信我好一點 無論如何 總之Sphere 叫做聲優的歌手組合 或者歌手的聲優組合 不重要 其實走這個路線 都挺聰明的 我覺得你說 提到這件事 其實重量就是 組合方面 本身就是 他們 他們不是著重於 一個組合的發展 他們獨立發展的路線 是更加多 他們自己本身 再帶來的名氣 吸引到 去聽他們組合的歌 這個機會 可能比其他人更加大 反而這個可能 正正是更加能夠吸引到 更加報應 是的 我本身真的想聽這個歌 但原來同一間公司 組合的話 我又會聽 其實可能是 你買開他的Single 然後買一買 就買Album Album 他未必一定是 一個人出的 他以組合出的 就會 發展了不同 有一個連規效應 其實是一個 其實你看到 比較明顯的 你看到有些 好像高麒佐人 雖然說最終 都不算熊得起 但其實你發覺 他自己本身出的聲譜 都不少 當然了 他有個條件 就是因為他本身讀聲樂 所以那些高音 那些 雷高音 那些 很厲害 所以他有這樣的條件 但問題是 最終 都跟他本身的中音 比較難聽一點 有關 但無論如何 他會這樣行這個戰略 就好像剛才說 就是希望 四個人 四個星優 不同的粉絲 全部都齊集在一起 我再加上 打到廣告超厲害 外面的人都認識 有很多人來買 那就OK 在商業策略來說 這條路線 真的 他確闊了他的客源 是很聰明的 當然 有現實的說 講到他本身的唱功方面 我們先說 空調在身邊 其實真的未說他都很突出的 特別是如果他一些歌 是自己去唱的時候 你會發覺 嘩 真是很普通 在好聲優式的 比較厚 如果你有聽過他的Single 他大部份 都是走 不會走Walk的Style 他都是走 暑情 輕快 輕快還未到 反正 輕快還未到 輕快還未到 他的聲音 都不太能走得到 特別是你說K-On 那個年代 其實就比較得到 因為有個樣子 他的聲音比較厚 而風其愛生的 他的聲音比較浮 比較尖 所以 聲音不夠厚 如果你唱一些歌 是需要厚聲一點的話 就會很舒適 其實無論你唱什麼歌 都是 我都覺得聲音比較好聽 因為你慢歌 你會有那種 會氣的 會氣的 所以 就變成你說 真是 令風其愛生的唱功 來說 其實真的比較一般 就算你說 我不算聲線 聲線沒得說 有時候都是天生的 當然都有後天培養 可以怎樣練後聲 先不說這件事 但就算你說唱功 音準 其實都還差一點 如果有看一些Live的都會明白 當然 這個其實是整個Sphere 他們共通的一個問題之一 反而唱得比較好些 可能胡叢耀 這些會唱得比較好些 因為胡叢耀是魔王 他沒得說 他是魔王 即是沒得說 但是 無論怎樣都好 當然不會去到不堪入耳那麼慘 即是OK 我覺得他 我們經常都說那句 合唱的話 多多少少少 胡叢耀是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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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真是魔王 我很少承認一個魔王的存在 真是魔王 胡叢耀是魔王 主要是這樣 不過 商業性說 不要緊 唱也好美 就很容易好在家 而且他做得組合的話 就以事成所謂說 合唱車先籌 無所謂 反而主歌 逐個唱的時候 可能會跌漏多些 到最後 我說這集也有少少原因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近年阿霞發生的事件 沒錯 拔寫風旗偉心和匯重耀新神的事件 各自一齊中資 一齊被人掛到出來 這樣說 略略提一提這件事 簡直說風旗偉心就被疑似一些不知是CRO聲探 還是跟蹤狂 就跟蹤 騷擾他 也不是騷擾他 揭穿他 跟相關的音樂人 大明 我忘記了 跟相關的音樂人 可能有親密的關係 或者在發展 胡重耀也一樣 拍到他 跟入夜自由 一起出街 於是一大眾的粉絲 名字叫大交文博 大交文博 沒錯 麻煩你了 見到一大眾粉絲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很生氣 又要戒相 又要撕碟 連個Figure都被人用白刀插著 其實依我所知也不少 以前好像有另一單 有很多的 竹達彩也有 之前有一個是非...什麼那個 非什麼 那個 非處女 那個 有的 我記得 以前有見過 哪個 你知道 好奇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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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真的驗的 那一件是這麼爆 這一件是爆點 這件是近幾點 這件是十月的 那件我沒有特別留意過 但是這次就搞得比較大件事 還有有些人有在咬這個真靈架 其實最終都要各自在波道開口 正式回應這件事 其實這過程是搞到連Figure 那間公司都很大陣仗 始終你兩個人都中了 都沒有OK 其實我多多少少覺得 可能我這樣說 可能其實有些商業陰謀在這裏 都不行 怎會兩個一起中 怎會兩個一起中 可能是 再加上你發覺 那些拍攝的照片 真的很有資格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普通的一些追蹤者 真是針孔攝伏基級數的東西 當然啦 這個我們這些局外人說 我們其實都不太清楚 我們只是花邊心 但是都是那句奉言一句 其實這些事是發生的 好像之前 發生也試過一次 說有難民主那些 捉蛋也試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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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蛋也試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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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失去理智 其實又反過來 你是很感情 很白癡 很喜歡你這樣說 真的你喜歡這個聲音 你也想他幸福 你也不是做這些事 我又覺得 我就執目了 我自己也覺得 挺難接受 但是當然也是 其實就是兩位都提一提 這件事 希望可以沖淡去 其實 就算你說抽離回來 沒什麼 發展緊 為何那麼緊張 現在吃飯 哪怕說 去到結婚 又 好像 又住了 好像住了 不知道的 有人說我想去偽造 不知道 我聽過 有人專門說 用這個 郵件去追蹤到 風奇外新住在哪裏 又有人 發出一些 什麼死亡預告 我覺得 非常無謂 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們一起 今天合成典 無論如何 總結一下 風奇外新 其實 我對那句 沒有魔王級數 一定沒有蝴蟲宇 那麽恐怖 其實蝴蟲宇 近來都少了些 我覺得 但無論如何 風奇外新 其實都算是一個 因為特別是近年 那些女性優很多 年輕的女性優 而他都算是比較早的一個 其實如果用數據來講 通常每季有時候 有些人會做統計 每季 每季 各個女性優 他的作品數量 當然 這個不是絕對作準 但是 通常來說 如果計 大番 多番組的季 可能 有些老牌一些 可能有六七套 六七套很多 那 普通人可能只有兩三套 那 其實你有時候會見到 在四五套的位置 其實 風奇外新 一兩年來說 其實都幾常見出現 護重遙都會 施了季 便是 所以兩位都算是很實力派 可以說 工作量 跟一些比較大牌的 都已經可以匹敵到 或者這樣說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說 我們一開始這樣說 他們的業務 他們的業務的範圍 不僅是在 聲優這個界面 所以有時候你說 為什麼突然之間 少了呢 可能是因為公司 它編排了另外的工作 其實你可能看到 出了寫真 或者出了碟 他們那個時間 就一定沒有可能 有時間去再配一些 聲優的工作 所以你說跟一些 可能我們常見的 以聲優為主的 就是聲優工作為主的 聲優 有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說未必可能說 每一季 你都一定會見到 他做主役的情況發生 即是叫有工作 你聲優配有多 歌有多 其實你歌不僅要練 有時你穿排舞 即很多時候 你可以重複演出 再加上這些 聲優必有的電台 即是其實 他們的工作 即是特別是風場海生 他要經過那麼多 工作量比較多 所以配音少了些 其實都不少 其實他們都不少 我沒有說他少了 三四五套那些都不少 其實已經是 即是 他本身是很 很穩定的 其實工作量已經很穩定 很穩定的 其實已經很穩定的 都要怎樣擔心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句 即是風旗海生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高的聲優 其實是一個比較高的聲優 聖益之外生 真的非常深刻 你這樣也要畫出來 要啊 絕對要 他在電台上講 其實他介意大家這樣講 不是啊 你看Spear的四個 一眼看完你就知道 真的沒辦法 大家都會覺得 咦 為什麼 傷了整個頭的 為什麼海生的曲腳 尤其是Spear 我總是有變護蟲 特別矮 不是 高騎掌揚好像是最矮的 但是風騎海生是超高的 太高了 一來到的時候 大家說為什麼應該想他的曲腳 你不要問 這個問題 大體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集再見 拜拜 拜拜 集再見 拜拜